1995年,张大辉先生配合孙建云先生拍摄推手录像。 孙氏太极拳推手法,一,四正推手。 甲乙二人对面站立,相距约两步。 甲左足在前,右足在后,以左足在前,右足在后。 甲右足,以右足要平行相对。 总之,两人身体站立的姿势及位置,总以前进后退,得机得势,毫不费力为适度。 甲乙各出左手,以手腕背相沾,这叫棚。 甲左手随腰往回收,右手腕沾于以左手的肘处,同时往回铝,这叫做铝。 甲乙背甲铝身体向左方倾斜,有不得劲的感觉。 以右手随甲铝的方向送去,用左手掌扶在右肘弯处,向前挤去,这叫做挤。 甲乙的脚随即含胸,用右手沾以右手背,往左划去,这样乙的挤就失去了效用。 甲的左手同时按以右肘处,两手同时向前下按去,这叫做按。 四正推手就是棚铝铝挤按的联合运用。 甲铝以挤,以挤甲铝,甲暗以右铝,按以上顺序循环推运。 推手换式。 由左脚在前,换成右脚在前。 当乙用铝手时,甲不用挤手,用右手将乙的右手向回带,左手绕在乙的右肘上。 同时将左足撤至右足后,如同最初的铝法。 以随即进右足用击法,甲载膨按,以载铝,循环练习。 这就是初学推手的换式法,可以随意更换。 活步推手。 手法与进步相同,向前进步,先进前足,往后退步时,先退后足。 前进后退都是三步。 步法要与手法协调一致。 向前进步是按及两式,向后退步用彭铝两式,循环练习。 熟练以后自能随机应变,不受惩罚的约束。 熟练以后自能随机应变,不受惧罚的约束。 二、四鱼推手。 彭铝领铝三绚、四鱼钫钙。 阿渍二组。 서도四鱼为四鱼手法,也称为大铝。 踩,是踩住对方之手,使之不易变动 踩,是用掌点开对方,使笔失去重心而改变力的方向或中断 但不可握住对方的笔死力的液去,如此则是其意,反为人所致 肘,就是用肘顶住对方 靠,是用肩挤靠对方 大驴,是踩脸肘铐在推手中的综合运用 步法是脉步大而速,需两腿有功夫方能清零电话 推手时,除注意体会用劲之方法以外,务必不要用着力 要静心听劲,听劲不要误以为是双方用力对点 而是感知对方用力的大小、方向等的变化 初恋时,先恋双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关联系统 不吝点赞 订阅